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到这话 对此有所怨念的爱丽丝 直接就来了一段从少主那儿学来的野味rap 来强调自己真的忙不过来 不过就在阿库亚疯狂吐槽的同时 林淡定回应自己掌握了人员调动的评选权 听闻至此 爱丽丝两人瞬间变脸 立马换回标准式微笑服务顾客 紧接着 商店内部林将薛姐一行带完了矮人工匠贝伦的工作室 其余人很快就被这里的舞剧所吸引 毕竟这里承设的舞剧竟然是在王城都十分稀有的一级品 但薛姐比起这些更关心因己风之过而被毁坏的林的和服 此前 林的确因此难过了一段时间 但自从被少主夸奖过其他的和服后 林对此也没有那么在意了 但是 她今日所穿着的和服 明明广受顾客的好评 却得不到少主的镇眼相看 这一点令林十分伤心 也令薛姐十分震撼 但事实上是林误会了 男主那可不是不肯正眼相看她 而是太过于害羞 以至于无法直视 关于这点 把作为旁观者看得可是明明白白 说回正题 除了和服 令薛姐十分在意外 薛姐也想同林谈论一下 关于那场魔物战斗的事情 只可惜两人各说各话 因为相比于此 林更想探讨一下有关料理的话题 至于薛姐所言的魔物 她几乎忘得一干二几 在被提醒过后 林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表示 因为某些原因 自己已经习惯保护像他们这样的人了 又怎么可能会因此责备她呢 不过林承认 自己确实有被他们一股脑的行为所传的 听完了林的评价 薛姐彻底迷茫了 既然如此 那么自己被找来的意义又是什么 所以说 刚才不是说了吗 料理的是 谈及料理 林立马展露出满分微笑 但薛姐面对林兴致冲冲的这副模样 反而更加摸不着头脑了 据林解释 她希望薛姐可以教她如何运用海藻做成高汤 这么简单的报答方式 让薛姐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但还不等她答应 她的队友就持反对意见跳出来了 站在队伍角度上来考虑 虽然报答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他们是为了荒野修炼才来的 所以无法将时间耗费在此 希望林能够换一个报答方式 话虽如此 可就凭他们那点水平 就想去荒野历练 只会沦为魔物的粮食罢了 林直接了当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还顺带为自己拉来了支持者 可事实上 林的肢体更为诚实 因为林的手始终都没有放开过薛姐 两箱僵持下 贝伦提出了综合建议 由自己在三天内 为薛姐一行准备 正合适在荒野战斗的舞剧 而在这三天内 薛姐一行顺带在修炼结束后 交林料理 虽然这个建议听起来十分的不错 薛姐小队的成员也很心动 但是林就有意见了 表面上 林是在担心薛姐小队 就算用了全新的装备 也无法保证能够活下来 但实际上 林是在担心 自己怎么可能能够在三天内 学会高汤的做法 面对林的抗议 贝伦也很无奈 思来想去 他干脆把拖牙小队也拉下了水 如今的他们 在实力方面勉强能用 相信有了他们的通行 薛姐小队的安全也有了保障 问题顺利解决 林整个人的心情也愉悦了起来 但转头 他就收起了微笑 与此同时 贝伦和爱的矮人老爷爷形象 在看向学姐一行后 瞬间变味 强大的气场 匹配上林冷漠的威压深情 吓得学姐的小队成员都不敢吱声 只有学姐一人呆滞的结巴引答 当然 在两方达成一致后 林又恢复回了原来的样子 兴高采烈的规划起之后的行程 反观学姐本人 由于来到一时间后 她已将近半年以上的时间 没再接触过海带高汤 所以在接下来的量身过程中 学姐正拼命回忆着高汤的做法 另一边 男主和时一块回到亚空 两名准教师坐在一块 讨论着今日学生们的表现 在男主看来 初云的实力要比想象中有潜力 大概是因为她是术士的缘故 所以初云能够使用一些复杂的术士 但缺点是 初云无法做到边移动边进行勇畅 就又有了能够作为人心靶心的潜力 整体看来 男主判定她今后的训练方向 以提升体力 以及测量魔力量的极限为主 至于令男主印象深刻的 坠续同学达耶娜 不单是性格上很机灵 在战斗时也很精力 判断力和机敏度都很不错 就是还不了解自己的魔力极限 导致体力过剩就倒下了 还有那名唯一的女生亚贝利亚 她是唯一一名 几乎将魔力和体力同时耗尽的学生 在力量的把控上也十分不错 甚至还在达到极限的时候 试图凭借气势继续使用魔法 当然这样做是十分危险的 鉴于这点 男主和时一致决定 未来要将更多的关注 放到他身上才好 毕竟这可是性命攸关的大事 紧接着男主继续评价 在学生中个子最高 心思最细腻的密斯拉 自男主来到异世界后 她是唯一一个 向男主面前展现牺牲精神的人组 讲到这里 男主也有些惊讶 此外 密斯拉的体力和防御力都十分不错 若能好好操作魔力的话 完全是铜墙铁壁的不二人选 最后的琴 光看结果的话 她是坚持到最后一刻的学生 虽然有密斯拉的支援加持 但实际上 琴的魔力和体力都还未耗尽 要是时间延长的话 她也还能坚持 另外 琴总是能在战斗中 抽空去确认同伴的状态 所以总的看来 琴十分适合担任队长一致 评价完了全员 男主也想好了下一次课程 针对每个人将要进行的极限训练 然而比起这个 男主发现 自己连学生们的名字也没记取 毕竟他打从心底就在怀疑 下一次的课堂不会见到他嘛 而作为旁观者的事 其实很清楚 少主究竟有多自欠 所以他想 少主之所以做这一切的原因 大概仅仅是将此当作工作需要 而对学生们没有兴趣罢了 石默默在心里得出依据后 将话题衍生上了学生们的报告上 但不提也罢 一说到这个 就不得不关注到 达耶娜非同反响的报告补充中 同她的性格一样 达耶娜在报告的最后 耍了一点小聪明 强行以恢复体力为由 要求老师请她吃饭 石在看到报告的那一瞬间 就有了制裁她的冲动 但男主对这种行为倒是蛮无所谓的 也的确蒙生出了请客的想法 而两人结束完学院工作后 男主提议去视察果树院 途中爱马告诉男主 经过八大调查 果树院的果树 似乎存在提升身体能力的作用 但提升效率最好的还属水果 不过除此之外 提升的效率也会根据种族的不同而不同 例如 战士是强化肉体 而树士是强化魔力 现已了解 在个人擅长的领域能力上 提升的效率是最高的 听完爱马的报告 男主很担心这样的产物会并发负面效果 可根据现有的情报看来 在压空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就是不知道面对其他种族 会不会也是有利无害的 在得知这个问题后 男主连忙想到停止店内售卖的水果 可爱马表示 现阶段人族并没有出现一样的效果 而且一旦停止出售 商品的流通将会变得难以追踪 以前定期购买的人员信息 也会断开的线索 面对这项困扰 时有了一个新奇的想法 正好达耶娜在报告上提议 自己想要奖励 既然如此 不如就将压空水果奖励给他 和今后辛苦上学的学生们 果然对于刚才的报告 时依然记忆犹新 但男主怎么会同意 这听起来就像是人体实验的行为 可是对此依然不死心 毕竟眼前明明就有很好的实验对象 难道说少主对学生们 也不是全都无所谓吗 既然如此 时婉转地用另一种形式 表达了一下自己的观点 论据一 以往买到水果的人族 并没有出现危害到安全的现象 而要是真出现了影响 这次实验的结果 反而能更好做出应对对策 论点二 若是被实验的对象是学生们的话 正好是他们平时触手能齐的对象 这样一来 发生异常也能及时应对 总结 以防万一 时认为可以根据现有的调查结果 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 让学生们一边摄取营养 一边进行实验 毕竟他的最终目的 只是为了确认水果的健康度 能否更上一层楼罢了 对了 还有用假装不知情的态度 放人不管 也是一种解决方法 听完是一口气说完了这些话 别说男主 光是在后头听着的爱马 也是冷汗之流 当然 这些建议全都被驳回了 因为男主已经打算好了 要去问问学生们的意愿再做决定 就在这时 三鬼族的族人朝着男主三人走来 男主看到他们 赶紧问询了 近期关于果树园的调查情况 但就目前而言 他们才刚制定下了 七末的采集方式 至于其他 更是一言难尽 因为只要深入到森林的一定程度 就能发现一片奇妙的地带 暂且将其称为试炼之地 那是连男主也没想到的领域存在 如今看来 就连三鬼也难以攻略 等出这个结论后 男主判断 那地方还是交由八处理的好 与此同时 在八的面前 重生的莱姆正进行着极限训练 而八自言自语的还不够 将两人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 三鬼师傅误会 八是在评价他们 但十分了解八的莱姆解释道 八并非是在同他们对话 此外 如今的八是最不能同他搭话的状态 正如莱姆所言 八正关注着灵同男主两方的情况 从他的角度上看来 要想继续发展压空的话 只靠压空的人才 估计是不够的 所以 果然还是应该靠拉拢吗 一秒变连 只为料理狂的灵 将学生当实验对象 并将此观点强行输出的时 还有故作轻松 洗握着半张脸 却突然冒出近人发言的疤 三人虽各司其职 却同时扮演着坏人角色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如果你喜欢这部作品 麻烦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小兔会为你带来更多的番剧咨询 我们下期 不见不散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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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